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外貌变化引发的热议 杨子的容貌变化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 引发了整容、颜值等争议 这位国民闺女 曾经凭借清纯的形象深入人心 如今却在承受外貌压力 她的经历不仅反映了娱乐圈的现状 也让人们对名人生活多了一层理解 外貌压力是每个明星都可能面临的难题 观众常常忽略演员本身的努力 仅凭外貌评判 未免有失公允 从童星到实力派演员 杨子从家有儿女中的小雪起步 一路成长为实力派演员 演技逐渐受到认可 然而 随着事业的进展 她的外貌似乎成了外界热议的焦点 演员并不是一夜成名 杨子为此付出多年努力 但外貌似乎成了她无法摆脱的标签 近期杨子因一段视频中的浮肿面容 引发整容传言 网友纷纷评论她 变丑 或 整容失败 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时代 她也无法幸免于 容貌焦虑 娱乐圈的颜值标准过于苛刻 人们往往忽略了时间带来的自然变化 却一味追求 永保青春 的幻想 娱乐圈的外貌压力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颜值常被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 明星不仅要有演技 还要保持外貌 这给女演员带来了无形压力 每位演员都有选择追求美的权利 但观众也应更宽容 理解 美 不止一种定义 为迎合市场需求 许多女星选择微调甚至整容 但这种选择并非一事 整容带来的后果和随之而来的流言 让不少演员承受心理负担 外貌选择本该是个人自由 但当它影响事业时 明星不得不为之妥协 这是身为公众人物的无奈 自卑与坚持 杨子的心理斗争 杨子曾在公开场合坦言对自己外貌的自卑 但他依旧坚持演艺事业 用演技证明自我价值 这种坚持令人敬佩 真正的美在于内在的坚持与自信 杨子的奋斗历程让人感到他的勇敢和任性 在《香蜜沉沉浸如霜》等剧中 杨子凭演技赢得观众喜爱 超越颜值束缚 展现了他的职业素养与实力 演员应被作品和演技认可 杨子的成功之路证明了实力才是立足之本 观众对明星外貌的期待 观众对杨子的外貌变化感到遗憾或质疑 反映了人们对偶像的高期待职 然而偶像也是人 他们有权追求改变与成长 观众的热情是动力 但也可能成为压力 偶像应被尊重为独立个体 而非单一形象的延续 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时代 风众对明星的外貌评价往往影响深远 杨子的经历提醒我们 支持和理解才是对演员真正的鼓励 真正的粉丝会看到偶像的成长 而非局限于外貌 给予他们空间去尝试与改变 杨子面对颜值质疑时的坚韧态度 令人动容 他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对事业的热爱 证明颜值并非一切 我们应该学会在荧幕外更包容明星 杨子的故事启发我们 真正的美来自内心 外貌终会逝去 而努力与坚持才是永恒的美丽 杨子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成长故事 更是娱乐圈面临的外貌压力和公众对美的理解的缩影 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时代 我们往往忽视了演员的努力和实力 将关注点集中在他们的外貌上 然而 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 永远是作品中的真情实感和角色的内涵 杨子的故事告诉我们 美不仅仅是外表的光鲜亮丽 而是内心的坚定 对事业的执着 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坚韧 对于每一位明星来说 外貌或许是进入这个行业的敲门砖 但最终决定他们走多远的 始终是他们的实力与人格魅力 观众也应学会在欣赏明星的同时 更加宽容与理解他们的选择 重新定义对美的追求 让这种美更具内涵和深度 在中国影视行业的浩瀚星河中 各类奖项如同璀璨的星辰 见证了无数演员的梦想与汗水 而中美电视节优秀青年演员奖 作为行业的高任可度荣誉之一 正是对青年演员们追求卓越演技的肯定 此次杨子和徐凯凭借不凡的演艺实力 斩获该殊荣 不仅标志着他们自身的成长与成功 也为无数青年演员树立了榜样 杨子 从小雪到荧幕传奇 杨子自小步入演艺圈 伴随观众一起成长 从家有儿女中的 小雪 开始 杨子以自然的表演风格迅速获得观众的喜爱 对于很多观众而言 他的成长之路仿佛也是他们的青春回忆 他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经历了漫长的磨练与转型 他逐渐探索出自己的风格 并在《欢乐颂》《香蜜沉沉浸如霜》等剧集中 展现了卓越的演技 这些角色各具特色 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杨子 对于演艺的执着和对角色的深层次理解 仿佛他的情感融入了角色的每一瞬间 杨子的成长旅程充满了耐心与坚定 他将每一个角色都当成了新的挑战 正是这种投入让他的角色具有感染力 甚至让观众们能在角色中感受到他本人的真情实感 他的成功鼓舞了无数有梦想的青年 告诉大家坚持的力量 徐凯 新兴崛起 稳步前行 徐凯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青年演员之一 凭借帅气的外形与细腻的表演 他逐渐在影视圈站稳脚跟 起初 他在一些作品中扮演配角 然而他并未止步于此 而是通过不断的努力与成长 在《演习攻略》 《招摇》 《烈火军校》等热门作品中 展现出他的表演天赋 从青涩到成熟 徐凯用一个个角色去诠释不同的人生 向观众展示了他多面的表演技巧 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徐凯的《演义之路》是奋斗的见证 他并不满足于表面的帅气 而是在表演上下了很大功夫 他让我们看到 一个青年演员的成功绝非偶然 而是依靠汗水与执着铸就的 他的成长故事激励了无数青年人 特别是那些为梦想拼搏的年轻人 杨子和徐凯的获奖 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誉 更代表了当代青年演员在影视界的潜力和实力 他们以独特的表演风格和认真的态度 在荧幕上发光发热 这一奖项的颁发 不仅仅是对他们演技的认可 也是对他们在艺术追求中不断自我突破的肯定 这样的表彰对于整个行业而言 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 促使更多的青年演员树立目标 努力提升自我素质 成就更优秀的作品 每一位演员的成功都离不开背后的付出和努力 而杨子与徐凯的双双获奖 无疑会成为很多年轻演员心中的楷模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任何一个角色 只要全心全意地去演绎 都可以绽放出无限的光彩 演艺界的坚持与努力 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圈中 青年演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优秀青年演员奖不仅是一种荣誉 更是一种激励 推动他们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前行 杨子和徐凯的成功向观众传达出一个信息 无论行业多么复杂 竞争多么激烈 只要保持初心 不断磨练自己 就有机会在演艺舞台上取得耀眼的成就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和努力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行业中 杨子和徐凯展示了坚持与努力的价值 观众们也因此被激励 特别是那些对演艺事业充满热情的年轻人 他们的获奖经历告诉我们 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从家有儿女到言喜攻略 不懈追求的演艺之路 杨子和徐凯的演艺旅程有着不同的开始 却都展示了他们对演艺事业的不懈追求 杨子从小聚集出道 通过不同类型的角色展现多面的表演风格 而徐凯则通过各类热播剧逐渐积累经验 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行业内摸索前行 积累了广泛的观众基础 他们的获奖不仅是对过往付出的肯定 更是未来发展的新起点 他们的经历让我深感触动 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 坚持自我 不断创新 始终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 是多么重要 杨子和徐凯给了我们一种信念 只要敢于探索 就会发现属于自己的辉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